大家好,我是四行一艺术空间画作导览陈宜珍 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位优秀的中国画家张应华 张应华1967年出生于四川省 1988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 1993年他的作品《灵印》获得美国无主题风景画大赛的优秀奖 作品《落叶归根》获得香港13亿画廊收藏 1998年的时候他的作品在北京荣宝斋精品油画专场拍卖 1999年作品《荣、红韵》等23幅作品获得日本飞龙艺术画廊的收藏 2000年他的作品《荣、红山村》入选三宇浩红碑 七年油画艺术人才大赛获得优秀奖 同一年三宇浩红碑 七年油画艺术人才优秀作品展在北京跟俄罗斯举行 2002年他的作品《老家、一家乡》 入选专业美术出版社当代油画作品集 2004年他的作品参加中国青年画家优秀作品展 在北京中华世纪团跟文内瑞拉举行 2006年他的作品参加中国油画邀请展在美国达拉斯 2001年他的作品参加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在新疆 空间的各展 2007年也就是今年他的作品参加台北新艺术博览 福尔摩沙国际艺术博览 海中艺术博览 高雄艺术博览 跟四行一艺术空间的连展 让我们期待张英华的作品在台湾跟世界各地发光发热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张英华的创作理念 张英华的创作其实像自绣般棉井细密 有一种起立仪的风格 总是带领人们远离现实 进入童话王国里 他以中国水墨绘画的方式 结合西方媒材 同温同年的风光景致 记忆和过往的一切 画家以梦幻的笔法 呼唤那纯真无瑕的故里 举凡被抽象画为一个个的体和 抽长长高同趣十足的蘑菇状树木 像是一位为保护思想灵魂的长者 而这个王国以平原视野的移动方式 铺展出超现实 梦幻似的家乡丘陵与田野景致 不论是满山聘野的油菜花或刀卖 故乡的产产小溪 布满落叶的美丽步道 或色彩缤纷的山坡丘陵 均体现画家的艺术情怀 即精湛的绘画技法 在他的创作里 其实是一个理想的超现实世界 用如一个童话世界 当我们回想起那些曾经发生于 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诸多事件 那都显得格外单纯与美好 这段时期有许多梦想 有许多希望 成为舒缓现实的最佳良方 童话的超现实性格 有着超脱人士的遥不可及感 于艺术上的表现 画家的童话王国 以温和的色调鲜艳的色彩 来展现文心和谐的氛围 接下来让我们来欣赏 张英华老师的油画作品 这一张创作是故乡情怀系列之一 是一张60x60公分的油彩画作 在这一张画作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紧密细致的风格 如刺绣般的绵密 张英华的技法 用中国水墨般的技法点点的落下 我们可以看到那一片 森丝海的鼠南竹林 淡紫色的圆山顶着湖水绿的天空 清澈的天然湖水 环绕着阳光照耀下的紫色坡道 呈现出来的氛围 好像是一幅欧洲的风情画 在这一张故乡情怀系列之二的画作里 我们看到的是橙绿的天空 矮矮的白雪 下覆盖的山巅 深色海的竹林 一弯碧玉寺的流水 带来夏天清新的气息 听说道成雅丁是中国最美的山水景区 我们在这张画作里面看到的是 沿途的雪山 金黄色的道脉 棉井 无限 犹如天府之国 神秘而和谐 号称东方的香格里拉 乌托班邦的世外桃源 在张英华的画作里面呈现 在这张作品里面 我们看到的是黄澄澄的天空下 阳光洒落在茂密的竹林间 漫步在那浪漫的碎池林间小径 徜徉在前方与清空互相辉映的湖水边 柔美清澈 编织我们一生的梦想 接下来这张故乡情怀系列之八的画作 我们看到的是一片层侧的溪流在眼前开展 流向远方的山间平原 粉浓色的波道 映衬着水中一片子林 蜘蛛林下 掩映下的小屋覆盖着茅草 那红砖房内的朴实 与蔚蓝的天空 互相灰映着 而一抹橘色的云彩 是故乡温暖的情怀 在这张画作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新罗起步的麦田 并列在绿色的田梗间 灌溉的小溪流 在那一株株抽长的树干之间 而抽长的树干 仿佛饱毒诗树的长者 引领着我们在这里遨游 这张作品我们看到的是 一个天气晴朗的丰收季节 徒步在道成雅丁的世外桃园 用脚步来丈量这个天然美景 雪山、峡谷、森林和湖泊 走吧 让我们一道领略这个康巴风情 在这张作品里面 我们看到的是 在湛蓝的晴天下 连绵的金黄色稻田 撑枝其间的红颜白墙浓舍 亮丽登场 重重稻草堆和碎石鹿铺上粉嫩的柔情 松树和远方竹林洒落神秘的点蓝色 朋友,请和我一起享受这丰收的喜悦吧 眼前这张作品呈现的是一片的湖水绿 湖水绿是季节与阳光交织的色彩 在优雅中带着一些无拘无束 有些绿意 有些蔚蓝 宁静而优雅 细致而温暖 有一种幸福感 那高居树上的潮 引发我无常的好奇心 这张作品里面我们看到的是 竹林环绕的山寨 木栅栏 高山聪入天际 穿越云层 木矮烟云在三轮间布置帷幕 巴蜀的天池在冰雪间寂密沉丝 其他的树木吸引我来到这儿 探索一切四川浑然天成的美丽 四川的高山草店和盘山路 历史悠久的风景秀丽 之地 有着天府之国的美城 相言至今不坠 在目光下海拔四千公尺的雪山连绵 竟然一抹红云 柔软的坚实的澳谷 接下来让我们来欣赏这张作品 三春雨后 在一片粉紫色的天空下 有着茂密的树林和一弯清澈的湖水 呈现在这个画作里面 远方的麦田呈现了金黄色的丰收的世界 谢谢 这张作品是山林人家 它是100x120公分的油画作品 张一华老师用他的棉井细密的风格 刻画出周围的株林 我们可以看到前面有一些山寨乡村的房舍 就在这一片美景之中 显得格外的清幽 这张作品是十里桃花香 在十里桃花香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美丽的桃花 跟黄色的花朵 在这个画作里面 远山呈现出来 湛蓝色、深蓝色 跟天空上的一模 淺绿色的岩霞互相回应着 而在观者的前方 有着非常陈测的溪流 如果我们能够到达这片美景里 该是多么的美好啊 眼前这一片金色的麦圆 呈现出来的景色非常奇特 画家用他自己的个人的情感 铺成出一个像三角形的一个尖山 而这片尖山是一片非常亮眼的金黄色的道脉 铺在整个山脉之中 我们看到的是这一片景象非常的奇特 有浅紫色的岩石在其间 也有深绿色的竹林分布其间 这一片景象 素质画家可以制造出来的一片奇景 电蓝色的天空 显得格外的特别 与黄色的山脉 互相对照着 这张作品是老家竹林香 有人说蜀南竹林深四海 是四川的简称 四川的南边有非常茂盛的竹林 在张一华的画作里面 呈现出来的竹林正是非常的茂密 清脆的绿色 沿映在这一个山寨人家周围 远方的天色 这张作品是一片金色的山脉 在这张作品里面有非常湛蓝的天色 湛蓝的天色底下是一片金黄色的山脉 还有一些稻田 呈现出来的似乎是四川 稻辰雅丁 人称所谓东方的香格里拉的美丽景致 而在左前方呈现一条非常清澈的蓝色的小溪 从远方流过 在这一片老师所呈现出来的一个特别的景致里 我们可以感受到张一华本身对于这样的一个颜色的铺陈 有他自己个人读到的见解 蓝色跟黄色的对比 呈现出来的风格是非常的亮丽 也非常的奇特 在这张作品里面呈现出来的是紫色跟黄色的对比 我们可以看到 似乎这是一片 非常好像带着神秘的景象的天空 照着远方的竹林 竹林的深紫色跟天空互相对照着 而前面的麦田金黄色非常的亮丽 画家本身在色彩方面有他读到的见解 他大胆的用色 让这一篇景致呈现出来与众不同的氛围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这张作品麦香时节 桃园月色 山野之恋 这个这张作品是山野之恋酒 呈现出来的景致也非常的美丽 非常柔美的颜色 山野之恋时这张作品呈现出来的是一个紫色的氛围 跟一个浅橘色的天空 前面有一页扁舟 而这张作品呈现出来是一个横线的构图 这张作品是山野之恋时衣 呈现出来的颜色也非常的柔美 张艺华的画作带给我们非常奇力的风格 也如进入童话世界的王国 谢谢大家今天的欣赏